詞曲 李宗盛 有一天 你若覺得失去勇氣 有一天 你若真的想放棄 有一天 你若感覺沒人愛你 有一天 好想走到谷底 那一天 你要振作你的心情 那一天 你要珍惜你自己 那一天 不要忘記有人愛你 那一天 不要輕易說放棄 這個世界 真有一位上帝 他愛你 他願意幫助你 茫茫人海 雖然寂寞 她愛能溫暖一切冷漠 那麼我們今天非常高興請到的盛小梅 和我們一起分享她的心路歷程 分享她的創作經歷 分享她的掙扎 分享她的夢想 小梅您好 安平您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我們在最近有機會 我出差到中國一個很西北的城市 那有一位弟兄他帶著我 坐著去出租車到某一個鄉下的地方 當他們打開收音機的時候 裡面居然飄來的是你的歌聲 我說怎麼會在收音機上聽到呢 他說不是 他們是用那個MP3放在上面 他說經常的來聽 特別是每天這個苦悶的生活當中 當他們聽到這些 抚慰人心的詩歌的時候 他們覺得非常非常的美 感謝主 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 那想必到現在 你這麼多的專輯已經出來了 那你受過什麼樣的專業訓練呢 沒有啊 沒有沒有 其實我是音樂的門外漢 所以這樣子才更見證了 神是很獨行歧視的神 你不是學音樂的嗎 我不是學音樂的 我在台灣念的是國際貿易 國際貿易 然後畢業以後到美國 讀的是企業管理 跟我居然是一個專業 是嗎 所以我後來從事的工作 其實也是都跟音樂沒有關係的 哇 那就是很奇妙的 我覺得神對每個人的帶領 常常是跟我們自己所想的不一樣 那我以前只是喜歡唱歌 可是從來不覺得可以走上 用音樂來服侍神的道路 那是什麼樣的原因和故事 使你走上了這條道路 其實 因為我是來美國以後才姓祝的 那姓祝以後就開始接觸詩歌嘛 那詩歌呢 對我來講 好像是帶我到一個一個以前沒有去過的領域 因為我其實以前喜歡唱歌 可是都是聽流行音樂 那在台灣其實那個時候中學的時候 我聽的很多是西洋音樂 是美國的流行音樂 所以我是沉迷在流行音樂的領域裡面 可是信了主以後 我發現詩歌可以把一個人提升到一種境界 是流行歌曲所不可能達到的 而且我更進一步明白到說 其實流行音樂裡面很多東西是迷迷之音 反而越聽越下沉 可是因為它很好聽 所以你就會很想去聽它 那詩歌完全不一樣 詩歌就是說不但是好聽 而且它可以提升一個人的靈 可以幫助你與神更親密 但這都是感受 使你能夠進入到這個詩歌創作的領域 一定應該有一個特別的什麼樣的原因 或者是機會 對我起先就是在教會裡面 有帶領敬拜讚美 那麼後來就是很奇妙 在洛杉磯有一個機構叫做開錄者 那開錄者他們做了一個 舉辦了一個聖樂歌唱比賽 當時我也就是很巧妙的一個機會 是我教會一個姐妹幫我去報名 然後他們比賽那天我人還不能到 所以是福音版的超級偶像 或者是中國好聲音 那個時候還沒有這種 還沒有 然後我就是等於是先去他們那邊 他們把我唱的錄下來 用那個錄影帶去參賽這樣子 結果最後呢就入圍啦 入圍以後呢開錄者就邀請三位 幫他們做了一張專輯 那我就是其中的一位 然後那張專輯的名稱就叫做 他為我開錄 那那張專輯出來以後呢 開錄者又請我幫他們做了第二張的專輯 叫做應該是叫做 我叫做有愛同行 有愛同行 對那個就是我個人的第一張專輯 非常有意思 他為我開錄 然後第二集 就是有愛同行 就開始走在這條路上 沒錯沒錯 所以一路是神的帶領 那後來我也幫他們拍了一些卡拉OK 那接著呢就跟著一個團隊 叫讚美之泉 我想很多基督徒都知道 跟著他們一起服侍 然後我也有第一首的創作 就叫做《常常喜樂》 那個就是跟著 在美之泉服侍的時候寫的 常常喜樂 相處高歌 不論環境如何 高山或低谷 主都看過 相信就能莫乎 常常報告 耐心等候 主作是有定時 流淚灑中的歡呼首歌 相信就有喜樂 下垂的水 下垂的水再一次聚起來 封閉的心再一次展開 拋開一切憂慮 放下一切準備 來到主題 來到主題面前 我心冷滿滿 冰冷旅行被主愛來溫暖 乾坤的淚被主愛充滿 主是我的力量 主是我的歌牌 主是我的歌牌 死影有故一路 有耶穌陪伴 他又不離開 主題目 那麼一直到2004 2005年那個時候 就神給了我很多創作的靈感 那段時間呢 因為靈感很多 然後歌就一直不斷的出來 所以我就開始求問神 我說我是不是應該把這些發表出來 這樣子 那簡單的說就是神給了我一些音證 那我就憑著信心就做了第一張的專輯 那就是泥土音樂的第一張專輯 叫做親密的朋友 那張專輯出來的時候是2004年的年中 對就是7月份的時候 然後就很奇妙的就開始 其實當時做第一張專輯 也沒有想到說要繼續走下去 只是說就著我當時手上有的東西把它發表出來 那那個時候你還工作嗎 那個時候我好像有part time的工作 對 那後來呢 我當時因為自己不是學音樂的 所以也不知道說到底要怎麼樣來用這些音樂 也沒有很清楚的意象 那所以我們取名叫做泥土 就是這樣子 因為聖經上有一段經文 他說這個神是搖匠我們是泥土 那這個泥土在搖匠的手中是 沒有主權的 是順服在搖匠的心意裡面 搖匠要怎麼做 你就怎麼順服 所以呢 我當時就說 對啊 我雖然不明白 我前面應該怎麼走 神要怎麼樣用這些歌曲 但是我說 我就願意做一塊柔軟的泥土 願神按著他的心意來逃塑我們 來使用我們 所以就成立了泥土音樂 然後呢 當時就做了一個禱告 就是說 既然神你是搖匠 那你如果在哪裡開門 我們就去哪裡服侍 如果你沒有開門 我們就哪裡都不去 所以是一個很被動的一種心態 也沒有說很積極的想要去 爭取什麼服侍的機會 可是就是很奇妙 就是從我們CD出來以後呢 剩下來的那一年大概六個月的時間 我們就收到20場音樂會的邀約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是神自己在開路 那對你們來說是很大的一個鼓勵和印證 沒錯 而且我們一開始並不確定說 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形式來 來發表這些歌 那結果邀約的都是佈道會的邀約 都是請我們去辦佈道會 彷彿把那個方向好像是為你們整個出來 完全沒錯 所以就是一路我覺得是神自己在帶 那我們就是憑著信心跟隨 他為我開路 當我走到路盡頭 他的座位雖難測度 他必為我開道路 他必為我開道路 他是我的主 令我走過四隱古 自愛與能力 在每一天 他必開道路 他必開道路 那這麼多的步道會 演唱會 每一次新專輯都有發表會 那你跟聽眾的這種的互動其實是蠻多的 是 有沒有一個時刻是你特別難忘的 太多了 太多了 我們走到現在已經辦了將近四百場的步道會了 四百場 四百場 那也到過很多的國家 那有很多很多難忘的經歷了 但是我覺得對我個人來講 有過一次的呼召 有過一次的呼召 是我非常難忘的 簡單講那一次是在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那個教會 那次很多小孩子 然後很吵鬧 我們台上在講話 台下也在講話 台上在唱歌 台下是小孩子跑來跑去這樣子 然後我記得那天我們的陰控同工在最後 一定很 哇 他說我都快要罵人了 他說這樣怎麼半步道會 他說我連你的 他連我的聲音他都聽不清楚 所以反正蠻離譜的一場聚會 所以從人的眼光看起來是比較糟糕的 可是我那天卻有一個很不平凡的經歷 因為我記得當時我心情也很亂 然後在我最後 因為有的時候我中間會有video 那video的時候我就坐到台下 所以那天是video結束 我要上台唱一首有一天 然後我就要呼召 那我坐在台下的時候 因為很吵鬧 台下很吵鬧 然後我心思都不能集中 我想說等一下我上去就要唱有一天 唱完有一天我要怎麼呼召呢 我應該怎麼樣開始 怎麼樣帶入這個福音 怎麼樣邀請他們接受耶穌 其實當時心裡面很亂 就是因為太吵了 然後到最後video已經結束了 時間到了我要上台了 可是我心裡面一點譜都沒有 完全不知道我等一下要講什麼 那可是沒辦法 我就只有上去唱有一天 然後唱完有一天呢 我只記得我 我心裡面暗暗的有個禱告 我說聖靈啊 我說就求你自己來做吧 因為我說我實在是不知道 我應該要講什麼 結果就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發生了 因為通常我在呼召前 我會根據那天的會眾 我會感受一下 然後我覺得我要怎麼樣引入這個 然後帶他們做呼召 就那天我什麼都沒講 我前面不曉得講了一句什麼 我已經記不得了 然後我就聽到我自己的聲音 說我們當中要信耶穌的 你把手舉起來 這好像太簡單了吧 然後我就聽到我自己講這句話 我想說 這麼快就破題了 我根本還沒有引言 還沒有什麼都沒有 我想說一下就講出來 那怎麼辦呢 我自己很驚訝 因為我聽到我自己講出來 可是我覺得不是我要講的 我第一次感受到說 好像不是我自己在掌管我的舌頭 然後呢 那句話一出來的時候我想說 糟糕這是要怎麼收場呢 然後可是我就發現 哇台下就好多人手就舉起來了 你知道嗎 然後當時我自己很震撼 我想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我突然間明白過來 我想說他們已經ready了 他們已經預備好了 廢話少說OK 所以我就順著感動 我就說那不要信耶穌的 我們通通站起來 然後就好多人站起來 我說通通到前面來 然後就到前面站了一堆人 然後我就帶他們做了一個覺知禱告 哇就那一次 我第一次感受到 完全是聖靈的工作 OK 然後呢 後來我跟那個英控同工 提到這件事情 英控同工就印證了 他說因為當時呢 他說 他被炒的實在是 他要下 他要從英控台下 跑下台去罵人OK 去管那些小孩 可是當場他就有一個聲音責備 他說你不可以這樣 你要禱告 然後他就安靜下來禱告 就他說他在禱告完了 因為他也聽不到我台上在幹什麼 他禱告完以後 他把眼睛一睜開就發現 怎麼搞的 這麼多人站起來 都站起來了 所以他也嚇了一跳 嚇了一跳 經過那件事情呢 給我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功課 因為其實以前我們辦音樂會的時候 往往還是有很多得失心 覺得說 哇那這場 這場到底有多少人感動啊 那這場呼召好不好啊 這場我們的表現怎麼樣 那也常常覺得說 我們表現我們覺得很好的時候 不見得台下有很大的感動 對我們覺得一塌糊塗 我們今天presentation太差的時候 哎 台下很多人流淚 很多人在受感動 所以在經過這一次的呼召的經歷 我就發現說 哇 原來 雖然我們在台上又唱又跳 我們好像做了很多的事情 可是實際上整件事情是神的工作 根本就是聖靈自己在做 所以 其實服侍到現在 我覺得我的心情越來越輕鬆 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 It's all in His hand You know 都是神自己在做 我們只是 我們就是盡力就好了 把結果交給神 那說到現在 你最近的一张最新的专辑 已经发行了 就是幸福 这是第几张专辑了 这是第六张专辑 第六张了 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我问过很多人 他们为什么喜欢你的歌 包括我刚才讲过的那位出租车司机 他说的那些话 好像是我的处境 他们觉得你一定经历过 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六张专辑 好几十首歌 差不多有七十首 七十首歌 难道那边这里面的所有的感受 你都经历过吗 对 这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 因为我当然有经历过一些人生的高山低谷 但是很多写歌的灵感 也是来自于我周围的朋友 我看到他们的经历 激励我写下来的歌 有的甚至于不见得是直接的朋友 有些是听说的事情 别人的一些的见证或者是故事 但是很奇妙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跟我讲说我的歌带给他们一些安慰 或者是觉得很困难当中给他们带来盼望或力量 那以至于呢 那以至于呢有些人有一阵子有人说我是疗伤歌手 然后他们都觉得我应该是历尽沧桑 有很多的故事 对对对才能够写出这一歌 那我觉得这样子讲很奇妙 因为我在写歌的时候我好像特别能够体会到那一些需要听到这些信息人的心情 进入到他们的感受当中 对对其实真的讲起来 我扪心自问 我不是一个很有怜悯心肠的人 我觉得我并不是那种属于很有爱心的人 可是不晓得为什么 我每次在写歌的时候 我好像很自然的能够感受到他们所感受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在写歌当中会常常会有感动 我觉得圣灵也会光照我 然后我也会流泪 我也会哭泣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多伤痛 值得我这样子忧伤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大概是一个器皿吧 我觉得神就是要透过我来写一些东西 来对他们的心说话 所以我也真的觉得很honor 很荣幸能够被神使用 心情低落的时候 想起你的温柔 你那看不见的手 安慰我 风风雨雨的天空 盼望看见彩虹 是你恩典的承诺 每当想起你 想起你会帮助我 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温柔 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渡过 想起你我的心不太忧愁 生命在路有你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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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一名完美主义者 没有其实我觉得我可能也从来不是 从来不是完美主义呀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某些方面比较实际的人 因为我从很从我姓主 刚刚姓主没有多久呢 我就经历了很多不完美的事情 然后我就意识到说 其实人生不可能完美 从人的角度 人的眼光来讲 不可能完美的 然后从神的话里面你也看到 神告诉我们 对不对 不是这么回事的 而且神要在各样的不完美当中 来磨练我们 来操练我们 然后我们可以在各样的不完美 各样的困难当中 我们更多来体会 更多来经历 更多来认识神嘛 所以我自己感受到 就是我里面的这种 不能说是没有完美主义啦 但是我觉得我对人生的一些理想也好 一些憧憬也好 一直在调整 一直在调整 调整到越来越懂得把焦点放到神的身上 懂得用神的眼光来看待 在生命当中许多的区区折折高山低谷 以至于像我们这个新的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恩典的记号 就是我就感受到说不管是欢笑还是泪水 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 因为实际上这个神愿意陪我们走过我们每一个欢笑 每一个泪水 就是恩典 就是恩典 就是说 所以我这首歌一开始讲到说 我说我这么渺小好像灰尘一样消失了都没有人知道 真的是 有时候你坐飞机往下看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从神的角度来看 整个宇宙都是他的 人算什么啊 对不对 这么渺小 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说神这么爱我们每一个人 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在想说 哇千万人中神居然愿意听我的祷告 千万人中他居然关心我的需要 他居然知道我的每一个思念 每一个想法 居然他陪着我来过我的每一天 这不是恩典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哇怀着这样的感恩的心 我觉得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 幸福 幸福 真的很幸福 想到主 还有一首歌叫想起你 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会忘记了有神 如果我今天想起有神 想起有耶稣 想起他的应许 想起他随时与我同在 真的 你觉得人生好满足 你觉得真的够了 真的觉得很喜乐 觉得 哇 好幸福 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 心中眼睛变出爱开启 就看见幸福的天地 就在我心里 他并不是要不客气 他并不是要不客气 也不需要完美主意 他是真实而简单的 活在主爱里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过 假如你没有成为一名福音歌手的生活 你是说 你是说信主了 但是没有用音乐服饰 对不对 你会觉得是遗憾吗 没有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我想也不会遗憾 因为我觉得我今天能够这样服饰 其实完全是超过我所求所想 完全不是我期望当中的事情 因为就像你一开始讲的 我根本没有受过音乐的训练 我也从来不觉得我 我可以走上这样子全职 用音乐专业的服饰的道路 从来没有想过 所以真的讲起来 我真的是别无所求 我觉得真的是 陈真是对我太好了 因为我觉得 比我有恩赐的人大有人在 比我爱主的人也大有人在 真的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神会这样乐意使用我 那我相信如果今天我没有用音乐服饰 我还是会服饰神 我会再用其他的方法 还不知道 可能就是教会里面牧养的工作 或者是 也可能我会是一名职业妇女 在工作职场上面服饰神 都有可能 那有时候我也在想象那样的一个画面 你是说你吗 想象你 是吧 是吧 是 我现在已经很久没有 没有往那方面去想了 对 也没什么事业心了 现在 因为其实神已经成为我们最大的满足 没错 真的是 天哪 是 啦 你 你 走 你 小心 没注意 它是真实而简单的 活在主爱里 幸福是 真心现在拥有你 感谢上帝故意 幸福是 能向自己领受的 交别人的礼仪 幸福是 相信神经所写的 每句都是真理 幸福是 写下种难给上帝 因它必看不离 它并不需要不可及 也不需要完美主意 它是真实而简单的 活在主爱里 幸福是 真心现在拥有你 感谢上帝故意 幸福是 能向自己领受的 交别人的礼仪 幸福是 相信神经所写的 每句都是真理 幸福是 写下种难给上帝 因它必看不离 幸福是 写下种难给上帝 幸福是 写下种难给上帝 幸福是 写下种难给上帝